我还蛮喜欢颜色化的歌 我也喜欢 我当时听也是在后面摸眼 他在唱之前 我在给他加油 然后我看他那个演示 他就已经入戏了 就是已经进入唱歌 那个首歌的状态了 就之前我觉得 我不相信他这个人真的这么丧 我觉得他是演的 但是真的看到他演出的那个版本以后 他有几个 几个画面和情节 我真的蛮难受的 不管今天大家对于这首歌 有好感还是没有好感 我全部接受 因为我只想没有遗憾地 用我自己的方式 把这首歌唱给大家 你知道我之前看着欢欢的脸 我真的脑子里想的就是一盘瓜子 因为你去问每一个选手 只要有欢欢在的地方 那永远都是一队几个人围着 欢欢就开始吹牛 什么吞剑 以后又怎么着 以后又怎么着 就是大家 你就感觉就是 然后听他聊天 听不到这样 就是这个话 就是欢欢是 逗逼界的鼻祖 逗逼界的鼻祖 你懂我那种感觉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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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